早餐 早餐 早安阿 在這裡齁 這個地方叫馬卡蒂 馬卡蒂 如果有研究房地產的人 應該都知道 馬卡蒂現在是整個 大馬尼拉地區的 經濟熱區 有點像台灣的 台北的信義計畫區 那你在這邊 就可以看得到 這邊高樓大廈林立 這裡 高樓大廈林立 讀書會 你怎麼知道 因為來到這裡 等一下有一個朋友要來找我 他們算是新加坡人 後來來這邊發展 這裡現在算是 整個東南亞 很熱絡的一個區域 很熱絡的一個區域 所以很多人來這邊發展 那剛好 這個 我手邊有一本書 我覺得還不錯 叫做 《猶太人商腦經》 《猶太人的商腦經》 商業的商 商腦經 就是他們在商業上 大家都知道 全世界大部分的資產 目前都掌握在猶太人的手上 那這件事情其實很奇怪 當然有經過研究 統計 發現說其實 不是每一個 猶太人都是這麼有錢的 是某一個支派 那他們 就是 可能有一些 跟教育有關 然後 或者是一些家訓 從以前到現在 留下來的一些家訓 造就了某個支派的猶太人 特別的會理財 那這一本書呢 就是 他 特別把他 這個拿出來 去做一個 去做研究 去做研究 要賺 猶太人都知道 在猶太人的眼裡 只要有利可圖 鑽石跟棺材的生意 根本毫無區別 猶太人什麼錢都可以賺 對他來講 只要有錢賺 鑽石跟棺材都一樣 所以 也就是說 其實我們大部分的人 對於這個工作或者是生意 還是有一點有色眼鏡 就是某一些 一些產業 比如說殯葬業 殯葬業 其實是現在利潤最好的一個行業 可是大部分的人 沒辦法 接受這個行業 所以錯失了很多賺錢的機會 但是猶太人不一樣 這本書上面寫 猶太人不一樣 猶太人只要是 可以賺錢的 什麼都可以賺 所以 我再把下一段念 猶太人接受教化 讓他們在面對金錢的時候 覺得沒有必要遮遮掩掩掩的 只要是一個可以堂堂正正 向前進軍的機會 他們都會牢牢抓住 即使是一塊美金也要賺 就是說 他們的教育就是這樣 只要是正當的錢 堂堂正正的可以賺到的錢 他們都會牢牢抓住 而且他們覺得沒有什麼好遮遮掩掩的 沒有什麼好遮遮掩掩的 即使是一塊美元 就一塊錢 他們也不會放棄 這個 我覺得 給大家一個參考 今天的開場白 就是這個 那之後我會固定時間 跟大家分享 這個 這本書的內容 有興趣的人也可以去買 有興趣的人也可以去買 就是我希望說 Facebook應該都是朋友才會加嘛 既然是朋友 我希望大家 這個腦袋可以改變一下 讓大家 讓大家 擁有一個比較 比較 比較接近這些成功人士的想法 那當然 有一點可言 就是說 如果我們按照這上面的想法去運作 可以 多多少少可以改善自己現在的狀況 我不知道 可能是我家人 都是做生意的吧 所以 變成說 我們從小就會有一些 這種 商業上面的 觀念 或態度 那 因為 想法 這個 不一定 有時候 你有一個很好的 但是 不見得是 可以賺錢的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可能在商業上的想法 會跟一般的 家庭 一般的家庭有一些不太一樣 從小 家裡做生意的話 你就會每天接觸到客人 你就知道 客人要的是什麼 那這個潛移默化下 我們也沒有特別的去 去做什麼 像我弟 他就是 一個標準的生意人 能賺錢的 他都要做 所以 我覺得這個 觀念 分享給大家 大家不要再拘泥自己學的是什麼 你學的東西不重要 重要是這個世界上 到底要的是什麼 別人要的是什麼才重要 你為什麼不重要 知道嗎 所以 我希望 大家可以 固定時間 收看 我這個 猶太人傷腦筋的這個直播 那我現在 慢慢的 把一些 猶太人的秘訣 傳授給大家 當然這是猶太人秘訣不是我的 我只是把它唸 唸給大家聽 因為等一下 要去 見朋友 從台灣搬了一堆 新東洋的 新東洋的這個 伙伴 那等一下 出去逛那個 會逛的市區的 在跟大家 分享這個地方 長的是什麼樣 你說那個心意計畫區 跟這裡 怎麼能比啊 這裡已經有一點像香港了 我覺得這裡高樓大廈的密度 台北已经没办法别了 随便 我刚刚随便绕一下 就住在一个咖啡店 外面而已 所以 所以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 拜拜 by bwd6